华为P40 Pro全球手碎画面让人心疼 没想到昨晚刚刚发布还热乎着的华为P40系列手机迎来了全球手碎 从网友上传的照片来看 图中的主角是亚光质感的冰霜银配色的华为P40 Pro 手机似乎是侧面重重摔到底面 导致摄像头的左侧音量键附近的后盖玻璃出现明显破裂 有些惨不忍睹 照片未出现正面不知是否还完好 由于P40 Pro在国内外都未正式发售 仅处于预购阶段 外界猜测这款P40 Pro应该是媒体评测机 实体电展示机或者是内部样机 不管怎么样 P40 Pro作为一款欧洲起步价999欧高端产品 遭遇这样的意外卓使让人心疼 最后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P40 Pro的主要参数 它拥有6.58英寸的2640x1200辅元率的四区面满一屏 刷新率为90Hz支持P3广色域 内线70990 5G SoC 支持WiFi 支持来压5.1 WiFi6加 电池容量是4200毫安 40W有线27W无线 IP68级防水 影响方面 主摄是5000万RYB传感器 1.28英寸 四合一 2.44优米的像素 全像素8核对销 服役4000万超感知电影镜头 1200万 像素的前望镜头 5倍光学变焦 最高50倍数码变焦 以及3DTUF镜头 举系 国航系列将于4月8日发布 未经认抱 再��相 mastering 小学宏 中文字幕 文字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